完全左右著南韓經濟的發展 李明博政權只顧大企業 罔顧中小企業的經濟政策 成了南韓經濟的最大問題 這也使得經濟民主化的議題 成為這次選戰的主軸 這裡是首爾市區的一條商店街 店家大多是製造販售 建築工地或是家庭用的工具 全盛時期曾經有三千多家商店營業 但最近幾年 有兩城商店不敵大企業的競爭 關門倒閉 工會會長不滿地說 這都是政府往大企業靠攏的下場 小蝦米的中小企業根本難以汗大金魚的財團對抗 他們只希望新政權上台後 對大企業的經營能有較多的規範和限制 美食新聞華林綜合報導 對大企業根本難以為這次選戰的主軸 對大企業根本難以為這次選戰的主軸